你都快四十岁了 这么老了 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你这个问题有点尴尬 你这样的打扮应该不像上班的吧 是吗 上班能挣几个钱啊 我的时间很简单 就不跟你要完了 咱直接点吧 好 那你问吧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这个 我怎么比喻呢 那就别比喻了 直接说吧 你什么身份段位 什么身价 听清楚了啊 是身价 这身价嘛 我也没卖过自己啊 不知道 什么工作 收入多少 这么跟你说吧 我每天要税后一百多人 他们能不能身上话 我说了算 厨师 那一个月就四五千吧 你爸妈呢 收入多少 这个我还真没问过 他们的钱又不是我的钱 咱能不能换个不带钱的话题 不谈钱还谈什么 谈爱吗 你看你这条件 年纪一大吧 工作又不好 气死我了 那我问你一下 你怎么增价 我无价 贵得很 约我吃饭啊 我要吃海鲜哦 你买单 好 最贵的不就几千万吧 没问题 好 那一会儿见 看到了吗 追求我的 从这里排到法国 按各方面条件来 你 倒数第一 你不是有价吗 几千万吧 别演 你 看你的行为素食 一没工作 二没协力 三无产品 进不了高端市场 就算专上挑 也掩盖不住 你身上的读乙书 你这王爷怎么介绍的 不是说你是老板吗 看看你的样子 还好意思说我 真没数字 哎 哥 你那跑车 我就先开走了 行 谢谢啦 哥 哎 哥 这是王爷介绍的吧 挺漂亮的 好平壤而已 市场上多的是 哦 刚才误会误会 我叫小美 你好 重新认识一下 不必了 我有钱 有奢有房 你要的条件 我都能满足你 你有什么 我漂亮啊 我且身材好 我还年轻 庸俗 我会越来越有钱 你会越来越漂亮吗 我会好好保养呀 只要你每个月 给我十几万 我要是啊 年轻的 抱歉 你不符合我的标准 你 好男人 能经得起诱惑 好女人 能耐得住寂寞 爱可以简简单单 但不可以随随便便 人若为善 谁都想与你相伴 心若为恶 谁都会和你散 明明是一场空在帮你浮沉 你能耐得住寂寞 你能买得住寂寞